柯文哲为了基隆监域又杠上了交通部 交通部5号出示了会议揭露 打脸柯文哲里面写说 北市府10月22号认为基隆新北的路线 台北市政府无意见 不过柯文哲说他的确没有意见 但是八度到基隆这段不干哈的事 但是自己呢就是觉得看不管 这也喊总统好 那也喊2024要选柯文哲 让柯市长似乎有点害羞赶紧离开 丢到淮南市场参加活动 但看来看去就是没看到林长佐 柯文哲快人快语 但其实是担心模糊焦点 市府刻意没邀请明代 闹出争议的 还有连日来基隆捷运 柯文哲和中央针锋相对 交通部拿出会议记录 提到10月22号 曾拜会北市府想化解争议 当时北市府认为基隆 新北路线和车站规划原则 与过去沿西民系县相符 台北市政府没意见 会议里没说的柯文哲在媒体前 一股脑承说出来 柯文哲气到不行 看来短时间内基隆捷运还有得吵 华世新闻学人黄瑞玲台报导